當時我們在新聞標題上看到 就是 安比買下信義區千萬豪宅 沒有 我好像在嚇瘋了 我直接點進去 但是我跟你講 說實在你現在台北試刊 哪一個不千萬啊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真心不care的條件 你千萬不要急著去care 有些人說鬼月不能買放 可是你是基督徒 那你就可以買啊 對啊 你是美國人 你就說不能買 你以為每天過鬼片 你不是萬聖節耶 今天是我們的理財教室 我跟妳講 我下完這個題目之後啊 我去查了一輪影片之後 我就讓後悔進來 你有沒有改標題 我們現在回家一起了 你的每一支影片 你都超不會理財耶 我完全不會 所以我才說 我想要就是讓你好好教我怎麼理財 我直接嚇到耶 我直接嚇到耶 而且你還好幾支喔 跟表姐的那種 就是那個觀念已經是 我覺得 那不OK嗎 也不是不OK 是覺得說 哇 那你怎麼買房子 就是我的驚訝是來的去 天啊 你真的是從銀行辦的錢 這樣扛出來 真的就是 對 就是因為你絕對不是說 我這邊有一點股票 我那邊有一些什麼美金 然後最後換回來之後 我直接把那個轉過去 你很像是這樣 把它這樣扛著 就很像那種很古早的人 很像把舊橋放在你的窗口櫃子 今天要跟大家聊說 你看其實在台北市買房子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當初怎麼會有這個動念 從大學畢業 其實在大學就已經在台北了 所以已經有十幾年 工作已經十年至少 我的生活 然後我的工作 全部都在台北 我自己桃園人 所以我家裡桃園有個家 然後我台北 我就覺得我可以有一個落腳的地方 不管是我自己居住 工作生活也好 未來他們也可以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休息一下 對 然後或者是我的 我的侄子 侄女 他們想要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或是有多點選擇的時候 姑姑可以提供 可是一開始 我覺得買房 夢是每一個人 都一定會有這個夢想 對 出發家是已經有房子 對對對 其實說就是當年 我們二十歲開始想的時候 我覺得很遙約 那當我快要三十歲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天啊 好像離我近了一點 一方面可能我們開始賺錢了 在身邊的朋友們 開始成家業買房的時候 你會感到壓力 雖然我們很常說 不要跟別人比較 可是你看他們買房的時候 你就想說 天啊 就我看房子一年嘛 在一年前 從頭到尾我都覺得 租房子就好啦 不管是各種 財經的新聞 理財新聞 都會是說什麼 台灣就是適合租房 不適合買房 然後那時候覺得說 對啊 我就是要租一輩子 租到死啊 反正我爸媽他們也可以好好照顧自己 我不需要 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餐產 所以在我買房之前 我都沒有任何一個想要買房的念頭 那是哪一刻告訴妳 妳轉這樣 有一個時間是因為 那時候跟男朋友吵架的時候 沒地方去 沒地方去 哈哈哈哈 怎麼還是妳 我要出去 我想說 我不要再為了我要有地方住了 跟你重修就好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再也不要受這種氣了 就是不管是我們 我之前都是租房子 然後跟男朋友同居 然後到自己有房子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差很多的 有一次的吵架之後就開始看房 OK 然後就慢慢覺得 好像真的可以開始買房子喔 因為其實以前一開始 我們會覺得 路上長得這麼多廣告 這麼多傳單 當你開始看房那一刻 突然發現 天啊全部都跟我有關耶 對 對不對 因為我一問我現在買了房以後 就隔壁鄰居 可能要賣房 我就覺得 太要了 剛才說是我現在 剛買房 那我現在就 就是我買 對 就是因為以前家人都會說 我剛剛去對面 幫我看了一下房子 就哇 妳又沒錢賣 對啊 可是後來 發現前輩們教導我們說 妳隨時要養成看房的概念 不管妳要不要買 不管妳有沒有錢 對 先看 我家裡從來都不會 給我太大的壓力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說 好像有房 才會 對一個女生來說 是自己有安全感 一開始看房的過程 一開始一定會有一個幻想 例如說 我想住在信力暗河 我想住在東區 我想住在最貴的地方 對 我一開始真的是看大門 對 我跟你講那是我下一間房 哇 真實話先記起來 那是我下一間房 然後後來 聽妳們沒概念嗎 妳開始上網查都發現 天啊 這個總價 天價 一坪要不要八十一百 一百五 我以前住的 蘇的那一棟 就是十坪以內 三萬 一個月 開十坪以內喔 好可怕 就很可怕 但是我就覺得 高子 還有泳池 然後有各種 管理員 公公社 然後大理石的建築 什麼的 就是一個蛋黃區中的 蛋黃區 對 就是蛋黃中 中間那一棟 生命的那一棟 對 最白的那一棟 對 就開始告訴自己說 其實我也沒有一定要 煮到那麼好的地方 對啊 其實我第一間房呢 就會覺得說 不用到這麼這麼的 讓自己那麼幸福 因為一開始 大家一定會有很多條件 不管是網站也好 或是你自己心裡想法 就是說 父親有沒有捷運 你再先選 兩房 或者是幾年以內 對 然後再來是 例如說什麼條件 你就慢慢設設設設設設設 之後 你才會猜選出你想要的房子嘛 那你一開始的條件 是怎麼設定 在你如果沒有任何預算限制的話 我其實是預算限制 好 這就是最大的預算限制 這就是有限制 預算限制就是我的限制 對 因為就是我在看了大恩區的房子 然後覺得喔 這不是我的事 就完成 拜拜 我們 到下輩子見 see you next line 完全就覺得 下個 下世紀再見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看周圍 我甚至連內湖都看不過 拉回自己的生活圈 覺得我根本不可能住內湖啊 那個交往這麼不方便 然後開始看 我希望自己的 條件是能夠 離市中心大概15分鐘裡面 坐檢測 然後我其實也沒有太在意 解決戰 因為我自己不做檢驗 對 比較少搭檢驗 學區我也不在意 可是我一定要老房 因為我 哇這很特別喔 因為很多人只買新房喔 因為我覺得買新房 你真的就是有那種 被占便宜的感覺 因為你有太多的使用空間 會被 挪到公社裡面 然後你真的買的 就是那一個小小的空間 所以我就覺得我要老房 然後我的老房呢 前提是因為我可以自己帶 我自己想要養的 不過那等於說 觀念非常清楚 我那時候很明確 說得非常小 對 因為我就看過太多豪宅 我覺得算了算了算了 我現在的錢只能買這樣 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幻想 偶像組裡面 會不會是一進樓 有人跟你問好 這些都是你的管理費換來的 我當然真的 你知道我沒有 他家裡還有那種管理員 他是穿的那種防暴裝 對 這種人完全超鬼 他身上的房大背信 都是你付錢 對 拉回自己 就是把自己自己拉 打回那個人間以後 所以開始看了第一步 因為你路上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房仲業者 以前他在門口貼了那些 多少租 售 幾房 幾千萬都不干你的事 那這一瞬間你突然覺得 我全部干你的事 那你怎麼看 是上網留資料嗎 還是你走到人家 房仲業者裡面說 我要看房 主要是因為我的朋友 推薦我一個房仲 OK 有介紹 所以就是會有一個 某某房屋 不是啦 全家都有 就是某某房屋 就是 因為大家就有很多房仲 對 然後我就選擇某一家 其實那個房仲帶我看的 都不是我今天這一間 哦 反而這一間是我自己手走的 哇塞 因為他儘管他是內部區 對 但是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看他這個物件 因為我在你們的那個 買房網站看到這個物件 然後他自己看就覺得 這很怪 他自己也說 我其實沒有看過這種物件 就是什麼隔間都沒有 然後又是銀行拍賣的物資 然後他就打回總公司 問一下這個物件是要怎麼樣 然後才知道說 這是一個銀行拍賣物資 前幾個月剛釋出 然後已經有好幾組來看了 但是那幾組都會覺得說 怎麼會那麼奇怪 完全沒有隔間 什麼都沒有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 隔間也沒有 所以你只能說他就是一個 有馬桶的空 什麼地方 什麼 而且馬桶還不是免資馬桶 一般的人會一看到 就會覺得說 我要花很多裝 對 但是我一看到就 這就是我要幫 因為你本來就是要 因為我就是要裝網 像自己的樣子 因為通常二手瓶 大家會裝成 兩房 兩廳 反正就是至少會兩房 但是我這邊是 只是有一房 然後一個是工作室 那個不太算是房間 是半廳的嗎 對 其實算半廳 最好什麼東西都不要用 然後讓我全部自己來處理 所以我一看上 採光也是一個 我很要求的地方 他採光就是兩邊採光 我覺得很夠 就是這樣子 可是在一路看房的過程中 中間其實網路上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你要假裝不喜歡這房子 什麼 就是怕房仲發現你想買 然後就跟屋主抬高價錢 這些過程你有經歷過嗎 我其實沒有經歷過 但是我有聽過我有朋友說 就是 在你要跟屋主 講價的時候 因為我是跟銀行的 所以其實沒有 比較沒有問題 對我來說很輕鬆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看房子看不下地板子 然後最後真的要買房子的時候 卻因為那個屋主不喜歡賣給他 然後還有他自己也會覺得 我真的不爽 因為房仲在那邊寫一張小紙條說 你真的好不好 我這個紙給你看 然後再來就收到他小口袋 雖然到底是怎樣 但是什麼秘密 我們今天就是我們三人在場 何必這樣子 拖拖拖拉拉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真的是我覺得還好很精心 我沒有經歷過的 因為我這個人做事就覺得 你告訴我 你到底可以賣多少 我夠就買 我如果不夠 我就拜拜 可是因為我跟你講 你這樣很容易被騙就是 因為買房子今天是偶於我家 他喊出來的錢可能又加了一百 然後你突然OK了 你就多花了一百囉 好吧 那你開心就好 就會覺得只能這樣 我覺得那太難了 那你真的很適合買這間 對 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房仲醫跟我說 這個是銀行賠賣物件 所以 所以他們不會有太大獎價的空間 因為銀行他就是在做買賣 他不可能做一個賠本的生意 所以我那時候也很理解 我就說好 那我就直接買 有一批人他是不買 法派屋跟銀派屋 我其實沒有 那很好 因為我那時候 這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真心不care的條件 你千萬不要急著去care 譬如說有些人說 鬼月不能買房 可是你是基督徒 那你就可以買 對啊 你是美國人 你就說我不能買 你以後沒去過鬼月 你不是萬聖節耶 到底關你什麼事 就是你不要順著別人講 譬如說如果你根本不care 法派屋銀派屋 那你就是可以買 有些人超care風水 那就拜託請你請風水師來 就是我已經買了 我買了房 他說 我跟他說 你怎麼已經買了 我要叫我的風水師幫你看一下 然後我說不用 因為我覺得來了就是多 對 多困難 你想要怎樣就去 所以我真的沒有在care這件事情 然後甚至我有幾個朋友就說 我跟你講 你那個 在那個裝潢的時候 那師傅量即時 都是要算好的 就是風水的東西 但我真的沒有在太care 我覺得你只要讓我的家裡安全 可以住 是 然後我們是住的開心就好 不要一直去care 你根本本本來不care的事情 因為身邊的人一定會說 你要有車位 你要有瓦斯爐 我就沒你煮菜 我要瓦斯爐幹嘛 我電子爐也夠啦 就是這些條件就是 別人覺得你要你挑釁 不是你自己覺得要你挑釁 當時我們在新聞標語上看到 就是 愛你滿下信義區千萬豪宅 沒有 我現在在下風了 我直接點進去 但是我跟你講 說實在你現在台北試刊 哪里沒有一個千萬 你25瓶 千萬很難 900萬你不吵而已 就好窄啊 好窄 真的好窄 我不知道幾瓶你可以住 台北試、新北試幾乎都要千萬以上 我覺得不可能沒有千萬 我覺得現在大家的千萬 已經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因為通常房仲是一站站的地方 但是房仲他知道沒有 瞎瞎的利潤攻擊以後 他就是會直接跟你說 因為他是銀行 他沒有辦法再做那樣的 因為他轉不到他中間飛 他開放一場 應該是這樣 這位先生 因為他忙那麼久 他也訂得抽成的比例 也是啦 反正呢 好像最後我就是買一千五 比我預估的還要再高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那是可以接受的吧 150還是150 我忘記了 OK啊 所以等於說 所以就講下一次 然後一季軟直接訂身子 直接訂身子 好 所以最後就是在銀行手上 買了這個房子 然後接下來就進入一系列的 裝潢改造 才到現在這麼漂亮的房子 謝謝 謝謝 剩下關於 就是關於買了之後的裝潢 還有剩下的問題 我們會留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 記得要收看 謝謝Ivy 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支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哈囉 歡迎 這邊真的太美了 這有多美 明明就不知道你怎麼弄看的 應該可以吧 一個很讓你驚奇的就是這個 XX18 然後右邊是洗手間 你猜馬桶幾萬 一萬 五百匹 二萬 一千元 我們兩個 咱ICIA 小鈴鐺 呀 不可以 那就